《中心女中》 英文的底子完全就是在《中心女中》打下的基础 我上了两年《中心女中》以后 后来日本人占领上海了 我们去《中心女中》上课比较远 而且他们都经过站岗啊什么的 就比较危险 另外呢 我去《中心女中》呢 学费是很贵的 那个时候呢 是我爷爷 就是我的祖父 一个月给我跟我妈 我奶奶三个人 一百块钱的银元 因为我爷爷呢 有两个老婆 大老婆小老婆 我的爸爸是大老婆生的 他后来娶了个小老婆 小老婆生了三个孩子 后来他那个 大老婆跟小老婆吵架吵得很厉害 他实在吃不消了 他就要把大老婆小老婆分开 分开怎么分开呢 就那个时候我爸爸刚死 结果他我爷爷就跟我妈说 让奶奶跟我跟我妈 我们三个人租房子 在一块住 他呢 一个月给我们一百块银养 我们三个人过日子 他呢 带着小老婆跟小老婆三个孩子 住在另外一个地方 那是相当多的钱了 那个时候 我我我妈呢 她有她在海关工作 她有她的工资收入 她工资收入呢 就等于她的零花钱 家里呢 就是一百块银养开销 所以呢 她手上钱 是比较 不是那么紧张 很很松的 我的一个同学 家里很有钱 她妈呢 就要她上中心女众 中心女众 当时都是上海 比较有钱的家里的女孩子 都上那个中心女众 她妈要她去考中心女众 要考试 结果叫我陪她去考试 我陪她去考试 她没考上 我考上了 我妈就是很得意 平时我妈跟 跟那个我同学的妈呢 也有来往 因为她们家比较有钱 所以我妈很 就是说很妒忌 我同学的妈 所以这次呢 她没考上 我考上了 所以我妈很得意 就给我付了那个学费 我就上中心女众 上了两年 上两年 刚好那个时候 两年以后呢 就是日本兵 日本占领了租借 那我爷爷那个时候也死了 就是说 所以那一百块钱的收入没有了 我奶奶呢 就是搬去跟她的女儿过了 就剩下就我跟我妈两个人 一起生活 就靠的是我妈的收入来生活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我妈也付不起那个中心女众的 那个学费了 所以那个人就给我 她就给我换到清心女众 清心女众呢 也是一个那个教会学校 也是一个美国的教会学校 但是不如中心女众那么好 清心女众原来的地址呢 是在华界 就中国人住的那个地方 但是日本兵占领了华界以后呢 清心女众就搬到城里头 搬到租借来 搬到租借来以后呢 因为那个房子比较小 学生很多 那个学校里就分上下午 就是说有的学生上午上课 有的班下午上课 这样的话 大家都还继续就在清心女众上课 另外呢 她是半天的 所以学费也比较便宜 所以呢 我就到清心女众去上了四年 清心女众从教学水平到那个宿舍 各方面都不如中心女众 英语教员也有 也是也还不都是流美的 在清心女众就上了四年 因为我是从中心女众去的 就是说功课啊 英文啊 各方面都在学校里比较突出的 因为我在中心女众上的底子比较好 比较突出 在那个清心女众呢 我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学生 就是那个时候在清心女众呢 我就开始组织那个组织活动 所以学校里头希望家长捐钱嘛 请家长来看我们的表演 我是那个表演的主角 有钢琴 有钢琴比较 表演钢琴 弹钢琴了 唱歌了 那个清心女众那个时候 我组织了一个剧团 演剧演话剧 所以我在学校里也是比较有名的 虽然在清心女众上课 学费比较便宜 上半点课 后来我妈实在是钱也不够了 到了高二的时候 我妈就跟我讲 就说我没有钱付你学费了 你自己想办法去工作吧 就让我开始找事工作 我当时我还是要接着上学 我说我至少我大中学要毕业啊 结果后来我妈说我没钱 我养你已经不容易了 我没钱 后来我没办法 我就 我就找我们的那个 校长 我就去找那个张校长 结果我说能不能申请那个奖学金 结果他说 你家里很有钱嘛 你没有资格申请奖学金 我说怎么会有钱 他说我看你穿的衣服都很好 我说的衣服都是我自己 自己做的 我那个衣服 实际上用我妈的旧衣服改的 所以呢 他说说到这儿我就跟他讲 我是家里头 现在就我跟我妈 以前家里有佣人 现在也没有佣人 家里买菜做饭 都是我 都是我做 他说那你 你的功课那么好 你在学校里还有那么多活动 你家里还要做 他说那你真不简单 那这样他说我培养你 他说你很能够 我培养你 我给你申请奖学金 所以我从高二那一年 学校决定给我奖学金 我拿奖学金 高二那一年拿奖学金 到高三那一年 日本那个无条件投降 那是1945年 清醒女众就搬回到那个老校去了 就最后一年我是在老校上的 搬回老校以后就变成住读的了 就上海坏死多了 以前在日本兵在的时候 我们是走读半天的 到我最后一年是住的学校里头 高二开始 高二高三我就都靠奖学金 谢谢